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国足鞋杯 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回合 上海海港队对阵大连人队的比赛 刚刚开打三分钟 陶江龙这球直接打向门前 凭球弹地之后呢威胁减弱 传球之后向局部内部移动 脚球打进去 在远端直接的咬攻门 这个来自21号于海 情况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们再看 这是防守出判点出现问题 任一球直接打门 这球钻过了任强 考验了一下对方的门将徐家敏 这个球从任强的缝隙当中打过去呢 还发生了一个变相 这个多少影响了徐家敏的判断 徐家敏这球直接大脚晃到前场 第一落点还是被海港队队拳抢到 这个球犯规 他也是不适应的 所以有时候竹鞋杯的魅力在于哪呢 你会打过一些你没打过的球 没错 但是合球队合练之后 接下来备战中超联赛下一个阶段保机组的比赛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丹尼尔森现在什么时候回来 在积极沟通 官方的消息就是在积极沟通 但是沟通成了一个什么样 海港这边呢 这一次是麦斯特罗美奇 还有奥斯卡 麦提江给到中间 保利宁 这个全球送的很血液 是不是还有机会 胡锦航给到远端 凌空打门 没有能够送到 这个球 感觉这球一路都在错进错出 对 一连串的意外 构成了最后差点破门得喷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脚是高质量的穿球 除了保利宁耀这脚 保利宁耀这脚顺得很好 但是呢 胡锦航背身往前跑呢 这脚传的也不是不好 这脚射的也没射中 结果这个鬼使神差 反而是让阿波拉罕在门前 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挑过门将的机会 是 宇鹏 和宇鹏 这也是入选了最新一期的U2 12国家队的集训名单 周贵的 这球有机会啊 大量人队的群人在向裁判投诉 对手是有手球犯规的协议 这球有机会 打门 再次射门 又被推荷挡出 两场比赛 而也会有忙碌出错的时候 是 这实际上来讲 要攻击就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 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高了 刚才那一系列进攻 就算这个手球 奥斯卡要上场了 比赛打了62分钟 还港队这边要进行换人调整 但是现在看看奥斯卡是换下谁 撤下了36号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上半时的开场阶段 向前的这种欲望还非常的强 但是呢 对手的防线今天上半时对他有点砍滑点 这段三天一赛的这个比赛的赛程还是要缓解了不少 但是 像 看看奥斯卡的这一个同球就差一点点啊 这是奥斯卡登场之后所获得的第一个破门得分的好机会 他并不动到 线主oty 这应该算是最容易的一个进球机会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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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中球给道远多 有三件激发呀 还感觉这一次 这球直接打前点 第一落点是被童垒 把这球直接大脚破坏出来 奥斯卡直接电一下球门 奥斯卡这也是看到徐嘉敏的站位 可能稍稍有点靠前 敢想敢干 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任球直接打向球网 陈维把任球给挡出来了 然后山东那边 德尔加多 这个算是外援吧 然后费莱尼这也都在 上海的两支球队 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 这时候主裁弹吹响了 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上海海港和大连人 在足球杯四分之一决赛 第二回合的这场比赛当中 最终是0比0个比分握手言和 奥斯卡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替补上场